好,光丰地区农会16号办理了岁末年中尾牙活动前夕 特别照开年度最后一次的礼监事会 总干事张明发率领各股部主管列席进行农会汇报的报告说明 由于农会各项事务、农产业的辅导跟创新推广行销 业务是真正的日上,也让礼监事团相当满意 岁末年中尾牙宴准备就绪之际 光丰地区农会礼监事门闲行召开年度最后一场的礼监事会 总干事张明发率领各股部主管列席 对农会各项会晤工作进行报告说明 当然在新的一年度,我想我们农会会更认真、更努力 把地方上的不管产业、地方上的修区、地方上的很多很多的农特产品 我们来加以推广、来加以行销 至于服务工作呢,就像我们的信用部 就信用服务,还有我们的金融服务 还有存放款的服务 还有就像我们的推广 推广的部分就是加强我们农民的辅导 及专业知识技能的教导 希望新的一年度能够比前一年度会更好 官方地区农会去年度各项业务的表现 推广行销、在地农产业 以及对农民会员们的创新服务与照顾福利都深获地方肯定 理事长曾天昌也十分满意 一切内容呢,比如说我们总干事会 一定来相信大家说明 今天是召开第十二届、第十二次的理事会 我共有十九亿案 祝大家呢,各位理事呢 来顺利跟他完成,谢谢 针对农会在新年度拟定农业辅导推广 业务规划等工作都已准备就绪 在新的一年业务整整日上 陈武监视王金才也给予最大的勤勉支持 贵务、业务、其他方面呢 我们一切都按照农会法律办理 所以我们的一切事务呢 都做得也非常顺势 今年也是长往了 今年大家还是比较有进步 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下去 光丰地区农会感谢上级农政单位长官的支持协助 以及丰冰、光复、两乡镇农民的配合 现在有了礼监视鼎立支持与鞭策 农会总干事张明发表示 不论是实力农产的推广行销 杂量作物专区的辅导及农产服务等等 农会团队也将会全力以赴 努力为地方农业的发展来打拼 记者十一玉兰光复采访报道